你看這個樹幹有沒有有環形的紋路 有看到吧 這一棵叫做三櫻花也叫做緋寒櫻 是我們台灣三種原生植物質 觀光旅遊學系主任林景天特別將學系場域移植到櫻花樹下 帶領社區小旅行規劃課程學生賞櫻 讓學生在櫻花的芬芳中運用課程所學思考 自然景觀和遊城活動設計的結合 我每一年都會有社區小旅行的課程在開設 那這個課程其實最早之前是我在社照輔導的時候 看到很多社區在推動 那也把這個概念帶進來學校開設課程 那一般社區小旅行大概都比較負擔比較輕 然後比較負責任然後深度的旅遊 我們透過在這個自然風景中 透過多元的體驗跟學習 然後把這些應用在我們的課程社區小旅行上面 外國文靜齣 香港的需要會標準 何一個評論 出南華開 世界綠色大學評比全台私校第一的大野大學 校園櫻花陸續的綻放 一進校門口就能看見右方一陣排的櫻花樹 櫻花以周邊的樹木草地形成了獨特的風景 大約大學在校園內有種植了將近一千棵櫻花 從校門口一直到宿舍區 沿路都有櫻花 目前都在綻放當中 而且在每年二月到三月 都是民眾跟學生一個打卡 一個重要的景點 那大約大學在 我也國家山山峰群區內 所以在整個校園的綠色資源是很豐富的 總長王翰指出 學校採用代種的方式來種植櫻花 因此從校門口一直延伸到宿舍區 到處都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櫻花 學校率盎然 然後還有大片的櫻花可以欣賞 然後很漂亮 所以也不用出國就可以看到櫻花媒體 感覺怎麼樣 非常方便 在學校不用出國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櫻花 然後也可以不用到 這種賞櫻景點去輪集人 就可以看到櫻花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照片 賞櫻不用人幾人 歡迎大家走訪大大學綠色校園 欣賞櫻花和自然生態之美